对方火车站后站老街路面 抛除改善工程 再过几天就要开工 为了降低施工期间的不方便 以及交通管制等相关的影响问题 5号上午相关单位就在老街进行了会刊 对方火车站后站老街即将动工 到时候将会有一个多月的交通黑暗期 为了将施工期间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为服务处以及公所等相关单位 便在今天进行会刊 服务处主任表示 这是前瞻计划重要的一环 今天除了现场说明施工规划以外 也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让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所以就是说不要让车子通过 那人跟机车可以过 那人跟机车我就是在这边 施工的人也会随时做配合 他们下去做通行 我们是用前瞻计划来施工 那今天确定要施工 那大概这两三天就会开始动工 那所以在施工前我们为了慎重举荐 因为整个工期相当的长 大概将近一个月 那这一个月里面会造成地方居民的不便 那我们今天邀请相关的管线单位 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讨 他们真的很努力的在推动 而且很仔细的在研绎 而且在规划 把这个像这个经常会让人家跌倒的这个路面 能够改变 那以后相信这个大家走行的方面就比较安全了 当然如果说在施工这段期间 如果说有不方便的地方 麻烦请打电话给我 我来协调 辅助表示 近一个多月的施工期 到时候将全面禁止汽车进入 警线机车与行人通行 也希望大家可以配合工程施工 另外里长也表示 老街地砖老旧施华 这次趁着这个机会做全面大翻修 对老街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里长 那希望跟地方的居民做一个沟通 那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 在施工期间 务必配合我们地方居民的需求 尤其在路面跟施地衔接的部分 如果该需要排水 或者该需要有高低差的 希望他们能够处理好 不要因为建设而造成地方的一个民怨 那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请里长跟议员这边 到时候在施工这一个月期间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也欢迎各位民众来 跟我们议员服务处 这边来做一个反应 那我们会及时的来做一个处理 可能会有一些进出的不方便 那还请大家能够多多的一个谅解 那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的方式来进出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确实来督导 我们的施工厂商做好相关的一个交维措施 跟敦青木林的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也会预请这些里长 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广播 提醒里面来做一个留意 那希望在这个工程期间 如果有造成进出不变 希望民众多多的一个包含 那相信在施工往后 确实会带给整个老街友 不同一个新的一个风貌 学长成一正也表示这项计划 对老街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预计工期一直到12月初左右 工作也会在施工期间 加强施工秉职以及各方管制 也希望民众可以多担待 希望往后对后站老街 有更长远的发展 这放假的风浪开 isn't it 好